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Optional容器类 这个Optional这个类呢,是在JDK1.8以后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类 也是一个算1.8的一个新特性 在讲解这个Optional这个具体类的方法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先给大家来引入一下 为什么要有这个类,是吧 这个类能干什么用,是不是 如果我们前面啊,如果是学过这个Java的同学的话 经常我们会做这样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调用某一个方法,是吧 那么得到一个返回值 我想把这个返回值呢,可能作为一个参数去调用另一个方法,是吧 调用另一个方法 OK,那我在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的一个返回值 我就不能确定这个值是不是为空 是吧,那怎么办 那我首先要先判断一下,是吧 判断一下这个返回值是不是为空 如果不为空,我才作为另一个方法的参数 传进去去执行,是吧 去调用,那我们就需要在严谨处理的时候呢 要做,要多做一步判断,是不是 判断为空的这个判断,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就相对来说呢,会比较 严谨,比较严谨一些 要做这样的事情,是吧 但是呢,这个又比较啰嗦,是吧 比较啰嗦,OK 那optional,就这个类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OK 好,那我们看一下optional类它的一个官方文档是这么说的 说这是一个可以为now的一个容器对象 如果它里面存的值,存的值存在 那么呢,就调用这个is pleasant 方法呢,就会返回处 如果调用get的方法,就会返回这个什么 这个对象,就是在optional里面包含的这个对象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对象放到一个optional里面去 是吧,那么它就具备了做这些事情了,是吧 做这样一些事情,OK 好,怎么去用这个类呢 注意,这个类只能放一个对象 放一个对象 那它里面呢,我们列出来这些个方法 这些就是产业的一些方法 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 这些方法都是干什么使 首先一个off off这个方法呢 它是一个类似于工厂的一个方法 我们说工厂方法 它可以帮我们创建出一个optional optional optional 这个叫选项 这样一个对象出来 OK 为非空直创建一个什么 optional 这样一个对象 好,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这里啊,我先建了一个类 叫optional Demo 直接在里面写 比如说optional optional 是吧 对 好,我们倒一下包 注意是Java YouTube下面的一个类 是吧 好 这个范形我们先把它去掉 点儿 它里面有一个 off 三个静态方法 是吧 第一个创建一个空的optional 是吧 optional对象 第二个呢 是创建一个 根据一个直 off 这个工厂方法 是吧 来去创建一个optional 还有一个就是no able 就可能为空是吧 嗯 可能为空的 这个是不能为空的是吧 好 里面一个直的话呢 我们比如说写一个什么样一个直 啊 一个 变病 一个病 好 传进来以后 然后这边是 返回的是 一个optional 对象 对象 是不是 option对象 这是一个字幕串 对吧 嗯 这不算我们给它写一下 呃 假设说这个就叫做optional吧 好吧 就叫optional 把这个对象就创建出来了 啊 创建出来了 好把它放到这里面去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不同步骤的一个 什么 一个操作了 是吧 这是这个方法 就类似于创建的一个 你看 一个optional对象 是吧 他帮我们就留了一个optional 然后把这个值 是放进去啊 嗯 放上去以后这个值你看 他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属性 叫t 是吧 这个t就是你给什么类型 它是什么类型 是不是 value只能存一个值 只能存一个值 OK 空的呢 就是拂了一个空的是吧 这是一个长量mt 是吧 拂了一个空的 这是它的这个原代码 1.8以后开始 对吧 好 后面就相关的一些 什么 操作了 是吧 相关的一些操作了 OK 我们看 这是另一个这个实力化的方法啊 为指定一个值 创建一个optional 然后呢 如果指定的值为no 就返回一个什么 空的optional 对吧 空的optional OK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 演示一下 叫做 嗯 of noble noble 是吧 noble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方法 你看一下 如果这个值等于空 它就返回一个empty 是不是 返回empty 就是空的一个optional 否则的话 就返回什么 off value of value 就是跟我们上面这个方法一样的 它相当于更加的什么 严谨一些是吧 更加严谨一些 这两种不同的这个创建方式 两种不同的创建方式 这是 创建 optional optional 对象 对象 的方式 是吧 方式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还有一种是optional optional 是吧 死菌 然后呢 optional 三 等于什么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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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点 empty 是吧 创建一个空的 这是三种 三种不同的创建方法 好吧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个方法 is placent 是吧 如果值存在返回处 否则返回 false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方法 是吧 我们就直接就是optional 它专门用来处理这种空的 空子针 是吧 避免你的这个空子针的这个出现 是吧 OK 我们输出一下 肯定是为tru tru了是吧 为tru 已经有一个值在里面了 如果没值 它就反对force 对不对 反对force 这是第一个啊 OK 然后get的方法 get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用里面存值 有存了值 它就会把这个值给你什么样 给你返回回来 给你返回回来 是吧 给你返回回来 好 我们来求一下啊 输出 比如说optional 点get的方法就可以了 对吧 get的方法 求出来是什么 求出来的bin bin是吧 求出来就是bin 你看 把这个bin值呢 我们给它取出来 对吧 这个方法都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还有一个叫 e z placent 哎呦 我这里这个placent 这里面是 呃 应该是重写的 我看一下 这俩是 这俩方法一样 这俩方法是一样的 这是if 看错了 这是意子 这是if 是吧 用来判断 optional实力有值 是吧 则为其调用 这个consumer这个借口 是吧 否则不做处理 是吗 否则不做处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这个 optional optional 这个if 判断 里面传的是consumer 是吧 里面传的是consumer 好 consumer里面的 呃 参数是几个参数啊 是不是一个参数啊 consumer 对吧 consumer这个接口里面是一个参数 是吧 一个参数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给个值 给个值 value 然后里面这么写 是吧 嗯 然后呢 里面我们要求一下是吧 如果是有这个值 我就执行这个结果是吧 如果没有就什么都不做是吧 什么都不做 OK 那如果有我就给他怎么样 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吧 假如说 system printer 括号 不用这个 然后呢 打印出value 是吧 打印出value 那这个是一个判断啊 这个判断 你看也会打印出这个beam 是吧 因为答案就变出来 OK 这是判断的一个方法 好 or 什么 or else or else 什么意思呢 如果有值 则将其返回 否则呢 什么 返回指定的其他值 其他的 这样就保证你不会 不会为空是吧 保证你不会为空 你可以用这个操作方法去去这个操作啊 比如说optional 点儿 or else 是吧 or else 如果有值 我就返回没值 比如说我返回一个 比如说无值 是吧 嗯 返回一个无值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是有值 他就返回病 是不是 返回一个病 那如果你给一个没有的 是不是 你给一个没有的 给一个三 三是不是没有 嗯 没值 他就返回无值 对吧 那就返回无值 ok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这是or else 这个方法的一个使用 然后再继续往下 or else get 是吧 嗯 这跟or else 有点类似 区别在于呢 得到什么 默认值 然后呢 or else呢 方法将传入的租创作为什么 默认值 而这个or else get呢 方法可以接收 什么一个叫 supplier 接口来实现生成一个模型值 是吧 嗯 生成模型值 那就他的这个更加的这个灵活一些 是吧 嗯 更加灵活一些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optional optional 点 呃 我们叫or else get 是吧 对 好 这个叫splayer splayer里边是一个text方法是吧 嗯 对不对 text方法里边有没有参数 没有 啊 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是吧 嗯 没有参数 那我们是直接括号就完事了啊 嗯 括号完事 如果是ok 我们给他处理一个词 所以你自己生成一个词是吧 嗯 对不对 生成一个词啊 比如说我就叫default 是这么写吧 嗯 default i i you default 是吧 就返回一个default ok 返回一个default 这整个值就会给我一个返回是吧 返回 我再把它套在这个输出打印这里面 是吧 好 如果是有值就打印 并是吧 嗯 还是打印并了 嗯 没值打印default 没值打印default 没值 所以这两个方法差不多 嗯 差不多 ok 一个是用了这个接口 一个没用这个接口 是吧 else slow 如果有值 将其返回 否则抛出一个 什么 sublier接口 创建的异常 创建的异常 嗯 自己创建 对 这个我们需要自己去创建一个这个异常啊 嗯 那我们同样是 如果是抛出一个异常的话呢 你可能是要去去处理一下是吧 嗯 去处理一下 好 假设说我们用这个opposional 呃 三 三是一个空的是吧 嗯 是一个空的 我们all else store 是吧 store 你看里面是一个supplier 是吧 嗯 supplier里面是一个exception呗 嗯 exception 那我们就来一个什么exception 你自己给一个是吧 嗯 自己给一个exception 比如说啊 我们这里有一个exception 叫做value 呃 看见没有啊 是叫value 呃 呃 你可以自己创建一个是吧 嗯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来创建一个 比如说我叫exception 嗯 可以吧 嗯 那自己创建一个exception exception的这个异常我就不自己写了 然后 哎 我用这个new抄斗符 是吧 嗯 抛出异常了 抛异常你就要怎么样 try try一下 是吧 哎 你要try一下 他就把这个异常信息给打印出来了 嗯 是不是啊 打印异常信息的好处是什么呀 是你这个 不会往下走了是吧 嗯 对不对 他就以异常方式来进行处理了 啊 你也不用再继续往后面去去走了 这个我把它注视掉啊 嗯 注意到这是抛异常的这样一个做法 好 这是这个方法 map这个方法呢 如果有值 我们对其执行调用mapping的函数得到一个什么 返回值 如果返回值不为闹则创建包含mapping返回值的option 作为map的方法的返回值 否则返回一个空的option 是吧 有点绕哈 嗯 没事我们写个方法就完了 嗯 写一下 我们看一下假如说 我们啊 来一个 呃 还是用这个option optional.map 什么 嗯 里面传的是一个functions functions 是吧 嗯 functions里面有一个参数 对 functions里面有一个参数啊 有个参数 我们的值value 好 一走 走什么呢 比如说我把这个值 呃 刚才传的是病是吧 比如说转成大写 嗯 value.to up case 是吧 嗯 to up case 好 转完了以后 转完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东西来接收一下 嗯 接收出来是什么呀 optional optional 诶 这个就相当于是你重新再创建的一个optional 对吧 嗯 重新创建一个optional 然后呢 叫做 呃 optional 4 对吧 嗯 根据这个操作 操作完以后呢 重新再创建出一个optional出来 optional4 没错吧 嗯 ok 好 然后呢 我再从optional4里面再去什么 取一下这个值吧 好吧 嗯 再去取一下这个值 看有没有这个值是吧 有没有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all else吧 嗯 对不对 all else里面是如果有就取是吧 嗯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说默认 这个没有 是吧 就是nota 叫nota form 没找到 对不对 嗯 打印一个没没没找到 这是应该是4 别打错了是吧 嗯 ok走 嗯 病病大姐了 是吧 嗯 重新创建一个optional出来 这是 这个方法的一个 map 重新映映映为另一个optional 是吧 这个意思 这个呢 fit fit map 这跟我们之前用过那个steam的那个有点像是吧 有点像是吧 有点像 如果有值 为其执行mapping函数的optional这个类型来返回 否则呢 反为一个空的 是吧 空的optional 它以这个function呢有点类似 区别在于哪呢 区别在于这个 啊 fit map呢 里面的manin 返回值必须是什么 optional 是吧 嗯 要用结束呢 它不会对结果啊 用这个optional进行什么 封装 进行一个封装 嗯 进封装 这是这个 啊 OK 我们在这写个例子哈 嗯 好 还是这个optional optional 啊 就optional是吧 嗯 然后呢 我们调用这个叫fate fate map fate map 是吧 嗯 fate map里面是一个mapping mapping里面呢还是一个functions 是吧 嗯 functions的话 我们来一个括号啊 values OK values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 呃 它不会返回什么 嗯 不会返回一个这个optional 嗯 不会返回optional 那怎么办呀 那我们就自己要创建一个optional 对吧 嗯 OK 那我就很容易啊 创建一个optional.off 点off就完了嘛 对吧 offoff什么呢 off 我把这个比如说还是这个value哈 value我处理一下 是不是 处理一下怎么处理一下 转大写 比如说还是转大写是吧 可以啊 to up case 是吧 up case 这就是完事了呗 对不对 嗯 就完完事了 完事完了以后呢 这边接回来是一个optional吧 因为我这里已经自己给它创建一个 这个是它会自己创建是吧 对 它自己会返回一个optional 这个是不会 不会的话 我们自己要把它包装成一个optional 然后返回 是不是 返回optional OK 那我这里呢 就比如说还是叫optional 呃 4 好吧 还是用4啊 还是用4的话 我这个呢 再来一遍 是吧 嗯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这个是up完了以后是case 加上一个吧 是吧 嗯 加上一个 呃 叫 faitmap 啊 将区别一下 OK 是吧 嗯 这个是上面这个 这是下面这个 好吧 嗯 这是啊 faitmap faitmap 的一个使用 OK filter filter 跟我们前面学过那个filter 过滤器也是一样 是吧 如果有值并满足断言的这个条件 然后呢 包含该值的optional 否则返回一个空的 是吧 嗯 那就是给过滤呗 过滤 比如说optional optional 点 这个什么 filter 是吧 点filter filter 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里面是 叫predicate predicate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参数啊 嗯 也是有一个参数test 也有一个参数啊 这个是test的 是吧 好test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我们想比如说想求一下 过滤一下是吧 嗯 过滤一下比如说它的长度 是不是大于三呢 是不是大于三 对 啊 长度是不是大于三呢 不是大于三 他等于三 他等于三是吧 嗯 是不是大于三 OK那我就来看一下 是不是 嗯 来看一下那肯定不等于三 对吧 嗯 不大一下 那肯定就是不不成立 我们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例子 是不是 嗯 好不成立 他最后filter完了以后 会返回什么 option 也是返回这个optional 是吧 对不对 也返回这个optional 好 optional以后 我们再来输出一下 你看啊 optional 然后 4 点 all else 是吧 all else 我们来输出一下这个什么 这里面传的是 如果是不成立的话 是吗 不成立的话 如果没有字 给他一个默认 打印这个默认出来 就是说 呃 这个字符 这个值是吧 这个值小于 这个值的长度 长度怎么样 呃 小于 3 是吧 嗯 这个值的长度小于3 看是不是答应出来 小于3呢 是 这个值的长度小于3 因为我这判断是大于3 对吧 对不对 因为等于3的话肯定就是 打出这个词来 是吧 打出这个词来 OK 好 嗯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些API 我们大概过了一下 是吧 API API大概过了一下 那未来呢 我们在这个使用它的时候啊 使用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结合了这个Option 未来好多新的这个API里面 它传的参数 确实就是使用了什么 使用的是这个Option 是吧 使用了Option 这个方式 这个方法来说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通过API 是吧 API的Option 这个文档 然后呢去帮助我们去记忆 是吧 然后我们就记住这些方法的一个使用 注意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让你求出这个值来 你不用再去判断它是不是为空了 不需要再去判断是不是为空了 直接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把Option 可以当做一个参数去怎么样 传进去 去传进去 可以使用 是吧 去使用就可以了 好吧 OK 这个API的一个使用 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